好 各位我们继续 莫心心惨取 口诞说止 口说一行三昧 不行执心 但行执心 以一切法务有执着 除了这个佛法跪在此间 我们现在 各位我们虽然说要执心 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口无心 各位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佛法一样 各位你们讲的 也绝大部分都是对 但是问题它用不出来 各位用不出来 其实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 其实你自己有时候也要做一个受人家尊重的人 有时候你自己也是要做一个 能够明白事理的人 有时候你也不愿意讲话 去伤害别人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内心世界 心跟口 各位心口不如一 原则上依你个人的真神的意识 你也不愿意 我也真的是很坦白讲 各位我们可以肯定你有佛性 我们可以肯定你有佛性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 这么样的矛盾 各位我们为什么一直这样的矛盾 明明为别人好 然后讲话还要去酸别人 或者说明明关心对方 对 但是讲出来的东西总是这么样的冷漠无情 明明我们都说希望为自己好 也希望别人好 那你为什么讲话还要这样拐弯 各位这是为什么 各位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头自为 内心都是这么样的平等 这么样的平静 或者这么样的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呢 各位很简单 各位很简单 其实再怎么简单都是那一句话 谜 各位那只要是谜 你叫他说不要执着 他就是做不到 所以这个话 他这个话听起来 两三句话就解释完了 但是呢 你要做到 你甚至你要 你要生生世世 你都做不到 叫你不要执着几个字而已 但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才会做到 然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你不明白你自己 我就用一句话 你真的不明白你自己 所以你不明白你自己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常劝了你一句话说 自私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是人性偏偏就是自私 各位如果自私你会快乐 请你自私 你明明知道 各位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你讨厌无私的人还是自私的人 事实上你自己就是讨厌自私的人 但是你本身就是自私的人 你说讨不讨厌 真的是很讨厌 讨厌到不知道怎么讲 那说人类在干嘛 人心在干嘛 你搞不清楚在干嘛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懂自己呢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懂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要去执着呢 各位 各位很简单 其实不要执着 一开始要从开始什么 哪里谈 要从开始不要分别比较开始谈 你只要一有分别比较 你就开始会有执着 一如来请教你 好久没问你了 年轻人好久没问你了 你比较执着你的右手还是左手 右手 我换一个名词讲 你比较喜欢左手还是右手 不是我都喜欢啦 你比较喜欢左手还是右手 为什么两手都喜欢 没关系我现在就让你以为好了 对 因为 因为他是我的 因为他是我的嘛 因为两手是不是你的整体 就说起来很简单 因为两手是你的整体 所以这两手当中 你不会在那边分别比较说 对不对 我比较喜欢 或是比较讨厌 只要你明白是整体的 是让你的分别心就仔细了 对 如果你只要明白什么叫整体 我早上讲一句话 我说只要被 只要可以被你观察的对象 就不是你 对不对 我现在再讲另外一句话 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你 一样是今天讲的话 早上 睡个午觉 就老翻天了 你看 睡个午觉 说的就不一样 你现在看到一切的都是你 你会觉得说 这个佛法之所以难听 其实佛法不是难 是被这些法师 说到我们 都会起来 两边话都你讲的 有没有 真的都是你讲 各位不是两边话都是我讲 为什么说你眼睛看到的都是你 因为这些都是你创造的 这些都是你创造的 为什么要说这些都是你创造的 从啊 各位 我先重新讲 你最好懂 你感觉好不好 疏不疏 快不快乐 是不是都说你创造的 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 对哦 这个概念最好讲 你最容易懂 你说这个啊 心生啊 你有没有烦恼 烦恼怎么来的 烦恼 想来的 不简单吧 不简单吧 妈呀都说 对对对 百分之百 确定 烦恼是想来的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创造的来的 很清楚哦 烦恼是想来的 哎 死有病病 就有烦恼 你要跟我讲这句话吗 明明就有烦恼 烦恼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哦 明明就有烦恼 你会不会跟我讲这句话说 明明就有烦恼 譬如说我明明就是欠人家什么 会钱 有没有 那那是我想出来的 见人家钱就什么 就还钱 见人家钱 你也要好好生活啊 是我钱很多 你怎么办 有没有怎么办啊 反正你也要好什么 好生活 哦 我烦恼到 钱才不要开呢 各位 但是你的脑袋不会这样想 你会跟我讲说什么 明明就烦恼 各位你不应该这么讲 你应该是这么说你知道吗 在我生命在我生命在我生命的过程 我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各种因缘 知道对不对 你应该是这样讲 我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各种因缘 你应该如实地告诉我说 你应该如实地告诉我说我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因缘 所以一个智者他遇到因缘 他就要对谁随眼进分 随眼来面对这个因缘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而不是说我遇到这件事情 我就起什么 起怀恼 你不可以把这件事情等于什么 怀恼 你这样讲 有问题 不是说我生病等于怀恼 或是说我现在长得比较丑等于怀恼 或是说我现在比你优秀 我也怀恼 各位这不是这个意思 各位一切的因缘就是因缘 但是面对这个因缘 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随这个因缘 我常说你们不要小看随眼这两个字 唯有开悟的人才懂随眼 但是你们都一直觉得你懂随眼 你都一直觉得你懂 我坦白跟你讲 你懂不是这个样子 懂随眼的人必然是个自在的人 随眼自在 这是一定的道理 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因缘 所以你一定会随因缘 对 那既然是随眼 你不要在因缘升起的那一刹那 然后你呼吁他 对 怀恼 呼吁他很痛苦 呼吁他 对 爱恶 你为什么要呼吁他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你创造出来的 各位你干嘛呼吁他呢 各位你干嘛呼吁他呢 好 你一定懂 但是我说年轻人 你是我生出来的 你这个话你你能不能懂 老上那个活子 你如果这样说年轻人就跟你说 你这个时间哪有很多 哈哈哈哈 嘿 嘿 你 你跟我是分开的还是整体的 你讲这句话没有 灭着良心 你你真的已经 就像你的左手右手一样这么清楚说 这我不会怀疑 他是整体的 这么样肯定吗 为什么这样肯定 你讲出一番道理来说服我们 哦 原来你已经偷听完了 哈哈哈哈 很划喜哦 好 那我现在 我现在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你讨厌的人 怎么叫慢慢没有了 当下就没有了 还慢慢 已经没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让你讨厌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你百分之百的明白 你内在 你内在的好物 的对立是完全是消失的 是完全消失哦 已经没有在那里就说 好 我就要 我都要来上 靠那些人际关系 对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我 我会讨厌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已经很清楚了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你是在跟他看手上 啊 啊 来 来是在看滚头 几个人 各位 谜者说五个人 对不对 谜你的人 认为五个人 对 啊所以这五个人啊 互相勾心什么 对 物责呢 有没有 就是一个人 但这种道理 很多人没办法懂 没办法懂 就是没办法懂 我很简单告诉你 为什么你是我生的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我 你是不存在的 明白了吗 为什么啦 为什么 怎么认识我 各位我 各位我做个心动词 给你听 假设我们 假设 假设全世界 假设有六十亿人口 你表面上 以为是六十亿人 对不对 但是我用个心动词 给你听 我们的身体 假设有六十亿个细胞 张 张你好不好懂 那六十亿的细胞 有没有 每个细胞 每个细胞都互相什么 影响 你明白了 你的矛盾完全消失 不要说共同体 连这个也不用讲 一体 一体就好了 还在共同体 共同 再来不做会 一体 一 各位我这个PE 就跟你讲说 你 如果你把真理 看到这么样的清楚 有的人 是你叫他 你叫他高兴 才高兴不起来 有的人 是你叫他生气 他还什么 他也生气不起来 有的 你是叫他 对不对 开智慧 他也开不起 有的人 你叫他笨 他也没办法笨 他就清楚的明白了 那你说 那你说他还 他怎么会这样 死好死坏 死好死坏 等一下喜欢 等一下讨 喜欢 对 就产生这个概念 不会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他明白了 他真的都明白了 他看到了 各位这叫整体 各位叫整体 既然是这个样子 早上谈到那个公案 惠宗国师的公案 那我不妨就用惠宗 国师那个例子 来跟各位讲 惠宗国师看到任何人来侵法 他都只会画一个圆 这一个言是什么 对 这一个言 就是你 这一个言 各位所谓就是你 很妙哦 你看到我说 这个言就是我 我看到你说什么 这个言就是你 你说 这个言就是我们 你们 其实那个不要这样讲 他不是 他不是沾沾落去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很容易被什么概念局限 你知道吗 我们很容易被 我 我的概念 在你的情意识当中 认为是有界限的 对还是不对 各位 事实上 事实上 一般人所认为的 我 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我的皮肤 以内的是我 我的皮肤以外的 不是我 这是 这么狭隘 我们一般人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自私 也是自私这个区块 很狭隘 他的概念就是 他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界限 那叫我 那别人的概念一不一样 别人概念也是一样 所以 所以他有界限 我也有什么 我有界限 所以我们两个会互相什么 皇位 我们两个会互相排斥 我们两个会 彼此的处额和界 都很清楚 对立的很清楚 分明的很清楚 对 那是 那是人类共同的错觉 注意我这句话 错觉 人类共同的错觉 那各位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 我不是那么狭隘 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既然我可以观察我的身体 那我也可以观察 那一片墙 其实你可以观察那一片墙 那一片墙就好像跟你的皮肤是什么 是一样的道理 他也是被我什么 观察的 通力可证 我可以观察到阳明山 他也是被你观察的里面 你注意看到吗 跟我可以看到星星一样 太阳怪太空 你无限的 你无限的一直看下去 你会得到 跟你之前所想象的那个我的概念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用一个概念来讲 大家最容易懂 这个言先就是星 这个星就是本星 这个就叫本星 这个概念你最容易懂 星是没有界限的 你能够说多大 他就是多大 宇宙有多大 他就等同宇宙有多大 在佛学名词里面 最大就叫华界 这个也叫华界 在华言经里面 你要悟到的境界叫做一增华界 各位一增华界是什么 很简单 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增华界 也就是我全部看到 就是这样 这叫一增华界 生命就是这种状态 如果你在谈我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真实的我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来了 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硬生生 各位 我们硬生生 在这个圆圈当中产生 产生一个概念 一个什么概念 产生一个那对 我的概念 你的概念 他的概念 所以才有我相 人相 众人相 受者相 其实这四项 最大的 最亏祸首 就是我相 因为 我的概念形成了 所以把它撕裂了 你的概念形成 就叫这样 你在这个圆圈 中间画一条线 这一条线呢 叫做什么 虚线 所以它不是真的 你看到了吗 它是虚的 它是虚假的 你不要它 这条线 各位 这一条线 本来就什么 不存在的 但是 你把它画出来 变成好像是存在 糟糕了 接着你今天 所有的问题 就是 在这条线 产生问题 这条线 只要一画下去之后呢 开始来了 你的 内心世界 就开始分裂了 你的 不但人格分裂 你的 内心啊 对 都是矛盾的 你的身心 也不能整合 对 你跟外面的世界 也不能够合一 所以你是你 天地 是天地 你现在所有的问题 都是来自于 根深蒂固的 这个分裂 分裂之后 糟糕了 分裂之后 糟糕了 变成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 既然是分裂两边 你一定会掉入一个限制 你一定会靠一边站 对还是不对 对 你一定会靠一边站 注意听 你一定会靠一边站 你一定会靠哪一边 你喜欢的什么 那一边 譬如说 譬跟什么 血 善跟什么 跟恶 对不对 好跟物 就是好坏了 各位 这是标准的人性 这是标准的人性 那你们修完佛之后呢 你们注意看 你们修完佛之后 也是这样 明跟什么 物 环跟什么 圣 你们也常常一样 跟一般没有血佛的人 还是一样 其实名词 不一样 你们还是调入什么 告别站 你现在也想要靠一边 你们也是靠边站 前面没有血佛 任何人都会讲说什么 到时候 血 不剩什么 剩 各位 所有的 所有的电影 电视 戏剧 你注意看 他们共同的思想 结果就是 邪 不剩什么 正 对不对 你看过那么多 联系记的电影了 你再怎么看 他是不是都有 对我去向 他给你引导的 就是告诉你说 邪 不剩正 各位 这样是谁 岳飞 闻天祥 我是正人君子 你们呢 卑鄙无子的小人 对不对 所以我正人君子 各位你这样 这不是抉择 这是什么人 好人 好人的 称恨心很强 饥饿什么 有丑 好 这都说叫好人 我们很奇怪 你的好人 我怎么会看到 你怎么称恨心 怎么会叫好人 所以各位 所以不是邪不胜正 有人更糟糕说什么 正邪不两立 那个更糟糕 正邪不两立 永远都没有谈判了什么 空间 那各位 那我现在问你个问题 你现在靠边站 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在靠边站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我知道 自从你学完火之后 你的内在世上 你也不想靠边站 因为你学完火之后 你得到一个名词 要忠道 对不对 要不二 对不对 但是你又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做痛苦的 当你明白这个理论的时候 你又好像做不到 但是这个代表说 你对这个理论没有真明白 假设 假设你会这样修 在佛法里面就叫对质 叫对质 但是本身这并不是究竟 他并不是究竟 他不是究竟 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 这两边的一切一切的概念 都是你创造的错觉 请你 请你要明白 你不要创造一个对立 记得想办法 又要化解那个对立 请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不要创造那个分别 然后想要 想办法又要来统合 请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不要创造了你我 再想办法来讲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干嘛 这个部分不属修 属物 道不是修来的 它本来是这个样子 本来是什么样子 本来就没有这条曲线 这叫本来 所以这位 请你一直回归你 将你 错误的概念 变成正确的概念 以谈性的角度 你要讲很简单 六主就这样讲而已 你以谈性的概念 六主就这样讲 各位请你翻 请你翻七十六页 七十六页的第一行 第一行 第二行你注意看 但你自心常起正见 四位 这样就好了 接着呢 环老 陈老 常不能懒 即是 见性 说了 十五都要简单 你只要保持正见 你就见性了 那四位 你们谈心最年 我 证见 你不可以讲说 我有正见 但是我常起 怀恼 这还是不通的 你有正见 你又有怀恼 这是不同 不能通的 明明六主就跟你讲说 心有正见 各位 那 怀恼怎么升起 就好像说 电灯只要一打开 有没有 黑暗怎么存在 电灯只要打开 黑暗怎么存在 那就是电灯关掉 黑暗才存在啊 各位 那电灯打开 打开的时候就叫做正见啊 所以怀恼 惩恼 怎么会 怎么会懒呢 根本 根本 根本不存在 各位 那为什么要开灯 为什么要开灯 没有啦 为什么要开灯 你们才看得到什么 你们才看得到嘛 对不对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见性吗 啊 你就没有开灯啊 所以你就看不到啊 你电灯打开了 你不就看到了嘛 啊不然你开灯干嘛 你不见性嘛 对不对 你不见性 你就是没有开灯嘛 啊所以 你懂得看不 有啥啥 那各位 你有这样的正见吗 对 你 你 你能够 当下 对 从下一秒钟开始 时时刻刻心中都有这样的 清楚的正见吗 接着你的分别 对立 怎么产生 生不起来 对 接着呢 什么是迷 什么是物 迷雾 对我来讲都不存在 对 这些都是假名 创造这些假名的名词 原则上是要帮助人类的 但是有时候越帮越忙 创造更多的名词 让人类施杀的更厉害 这个有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来说越多 你越乱 就不断 一直跟你讲 就是要让你懂 你都是越听越悔 或是呢 你越听 因为一天的越多的名相 你自己的疑心 对 执心越重 你摆不平 好 那各位 那你先注意看 注意看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不但创造了对立 所以难怪你会创造了时间差 空间差 所以你才会掉入过去 现在未来 这叫做时间差 你才会掉入什么 娑婆跟进度的空间差 娑婆世界 极乐世界 天堂 地义 这个空间差 你才会掉入什么 对不对 万物差 对不对 好人 坏人 君子 小人 对不对 尊卑跟贵贱 万物差 时间 你也看错了 空间 你也看错了 万物 你也看错了 不怪怎么 错觉 对 这种的人生 我已经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前浪 后浪 海浪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并不是真实的 这只是前桥来跟你说明 对不对 事实上 我告诉你 事实上 什么是前浪 你根本打不出来 你说前浪 就是前面什么 那一波浪 那前面那一波 有没有浪 前面那一波叫做前前浪 其实这样讲是有问题的 各位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 对 依我看你的 上半身 对不对 中身 还有下半身 各位我们在形容 是这样可以形容的 但是 我们不可以讲说 上半身 中身 下半身 我们就以为它是什么 它果然是三身 前浪 中浪 后浪 一体就是浪 就这么简单 就是海水 对 你在很多的概念 你一直摆不平这样的概念 所以 你这样的对立一直产生 一直产生 对 那 所以 这个就是 你没有证件 但是你没有证件 你偏偏想要去修行 各位你没有证件 你偏偏想要去修行 你不懂证件 你就偏偏想要去修行 人家教你一个方法 你就Q起来用 有没有 对 但是效果呢 几乎都很差 效果几乎都很差 就是因为 你不明白 所以 你在执行那个动作 你也不太清楚 你在执行什么 各位就好像 我跟你讲说念佛 对不对 念佛到底是念阿弥陀佛 比较好呢 还是释迦摩尼佛比较好 各位就有人 就有人问过我这句话 你说 是要打他呢 还是笑他呢 还是踹他呢 但是各位 但是你不用笑 说不定这个问题 你就问过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人 所以 念佛就是念念觉悟 念念觉悟 可不可以到极乐世界 可不可以 振行甲吗 百分之百 我可以很大地振下去 我一定极乐 为什么 你可以证明吗 我现在就极乐了 我振到你去 那念 不是要念佛吗 念我可以往生极乐吗 百分之百 对不对 各位 你一定不会在那边 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真的有极乐世界吗 问这个问题的人 事实上根本是不懂 然后你还 你在怀疑说 念佛有没有用 佛会不会来接引 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 你要 你要跟他问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既然大家可以认同说 宇宙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所以极乐世界 我都离开你的心吗 没有办法 也真的 也真的去 不是没有去 真的有去 是我心 对 我心去的 去到哪里 还是我心 你看到了吗 有没有第一 真的有第一 是我心 对吧 堕入我心中的第一 各位 就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第一 有 对不对 那天堂第一 不是人类所创造希望的概念吗 诶 主位 你来说得高兴 我们就说得比较高兴 天堂第一不是人类所创造希望的世界吗 不是只有天堂第一 你一切的概念 都是你创造希望的世界 你说对还是不对 对 既然是对就大策 大悟啊 有的人 有的人你听他讲话很气 你邪见你外道 你来说得高兴 我们说得高兴 如果你跟我讲说 那个只是一个宗教人士 所创造的把戏 我会跟你讲说对 是宗教人士所创造的把戏 难道只有这个概念 是创造的把戏吗 还是你脑袋所有的概念 都是人类创造的把戏 哪一个概念不是你创造的把戏 对啊 那你干嘛 一定要针对宗教来讲这个概念 你干嘛 对不对 你看 不是只有这个概念是创造的把戏 是你任何的概念 都是你创造的把戏 你不承认吗 所以各位 当有人要来批评什么 你就跟他讲说 对 我的个性我都会讲对 对 然后要说就这样来说得了 讲到最后哑口无言 我们 我们创造的希望的世界 接着在希望的世界当中 产生的忧悲苦恼 对 在希望的世界当中 希望能够 对 扮演什么角色 对 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 但是你都不明白 对 这就是一个希望的世界 这就是一场梦 在希望的世界当中 不论你怎么创造 他永远都是不可能 他永远都是不可能 完美的 你们早上有没有抄 没关系 现在我讲这句话 你要抄起来 生命是完整的 并非完美的 生命是完整的 并非完美的 有的人 各位你们比较喜欢 完整还是完美 你看我们常常去人家说 你不要太完美主义 有没有 但事实上你的内在 还不在追求什么 完美 但是各位我们 我先不跟你说怎么样 我 各位我谈东西 你听到先跟你谈 这个名词的定义 有没有 你对这个定义先清楚 我们再来谈 完美是什么意思 没有任何缺陷 没有任何缺陷 是什么意思 不是 你先 你先点点 我口中点点 你说 没有切尖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你意 我们开始比较快 这样好不好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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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定义 是不是很折磨自己 对 对吗 你刚 不 这就不 真的 这小的人是什么 对不对 太不可思议了 太 我真的是太赞叹了 太不可思议了 你的这个概念就害死你一辈子 知道对不对 那你干嘛抓这个概念不放 所以我常跟他讲说 不要讲那么高尚 所以完美就是说 对不对 一切都合我意 难怪 对 我们的人类的意识 就是掉入这个陷阱 难怪只要稍微不合你意 你就那么痛苦 你就那么排斥 你就这么敌对 那就是你错误的之间 你说没怎么收 我说这不是修的 这不是修 这是迷雾 你还要捂 证件你要懂 那各位 那你现在注意看 所以为什么 你的内在会去排斥 另一方呢 为什么你会去排斥另外一方呢 因为你的情意是认为说 这一方就是不完美 这样知道吗 这一方就是什么 完美 但是你不明白完整 各位什么叫 各位什么叫它完整 各位很简单 现在如果插这一瓶花 插在这里 这个就是完整 但是只要你 愿意去挑递它 有没有 它就不完美了 但是你在怎么挑递它 对不对 事实上有没有 它就是一瓶花 它是完整的 你是要活在完整 还是活在完美 好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昨天有个同学问我 师父 你觉得哪一个隐形最漂亮 这个问个男众好了 对对 你认为哪个隐形最漂亮 我就是要听你说 其实很难回答 还是回归刚才我讲那个公式 漂亮的定义是什么 知道对不对 先谈这个问题 漂亮的定义是什么 你讲不出所以然 我没办法跟你回答 因为我首先要明摆你所讲的定义是什么 有没有 我才可以回答你问题 你讲不出来 我不回答 漂亮是什么 其实 其实漂亮就是你认为 对不对 就是你认为嘛 对啊 你认为 你认为偏见 邪见 有没有 不是真理 不是真理的话 我不给你回答 那主委那一样的道理啊 通理可证 你想过什么人生 你跟你也回答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你心目中的人生 你敢说得出来 请你跟我说 好人 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你心目中的人生 我现在不是说是你心目中的对象 我现在不是说是你心目中的对象 我现在不是说是你心目中的人生 你跟他说 我可以瞒你的意 所谓自在的人生 不是适适合你意的人生 所谓自在的人生 不是人人都对你好的人生 所谓自在的人生 一定呢 就是有忧悲苦恼的人生 所谓自在的人生 一定有纷纷闹闹闹的人生 这些就叫做自在的人生 你能听吗 今天不要讲到 各位自在 我讲个比较粗俗的话 所谓自在嘛 就是无惊喜 无惊喜 但有丹的滋味 咸有咸的滋味 甜有甜的滋味 酸有酸的滋味 一切都是滋味 讲完 但是一般人 自在的人生 他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自在的人生 我永远就怎么样 永远说 一切好的都归于我 各位 我们在称颂 伟大的人都这么称颂 将一切的荣耀 对不对 归给上帝 对 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领袖 对不对 将你一切的 对吧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 猫一路有时候 也是这样讲 对 所以 各位 清楚看到 请你过一个 完整的人生 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 开悟的人的生活 那什么叫完整的人生 很简单 春有百花开了 对 秋赌落叶黄 就是这样 那样的人生 就是随眼自在的人生 为什么叫到 对 为什么 已经打破这些分别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因为这些分别 是我创造的 对 一切都叫到整体 对 树上 树上 树上假设 树上假设 有一只鸟 树下就有一堆大便 你不可以说呢 我只希望 那一户国画 树上有一只鸟 但是你不要 大便不要帮我画出来 过年到了 你想看到的 满街都是花开 请你要看到满街 都是花落 完整 有没有 完整 完整 没有在两边的 没有那个事情 这是完整的 生命是完整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你明白这个概念的 这句话你就做得到 以一切法 物有执着 我可以跟你肯定 你做得到了 因为你已经明白了 对 然后六祖 等那句话 你也明白了 六祖的那句话 正善好物 这边不怎么样 不取 对 你所讨厌的这方便 什么 不舍 注意听啊 不取 不舍 这是一个完整的什么 人生 对 各位 连这个完整的人生 都什么 我也有三部政策 三部政策 这三部 这三部政策起六祖改 不取 不舍 义不懒着 即是见信 成佛道 有没有 是不是讲 不取 贪心就消失 不舍 称心就消失 不懒 痴心就消失 讲完 化三笃 为界定会 三部政策 就讲完了 第一品就讲完了 你现在已经想到第三品了 第一品 就跟你讲 这个就讲了 就跟你讲了 听有的人 没出声 没出声的人 也没听听有 各位你要强 表面上 假设 表面上 假设我今天讲了十个概念 你不要以为我讲十个概念 就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 除非你们 听到一个人讲一千种概念 就是一个概念而已 你不要误会 一千种概念 是解释那个概念给你听的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误以为那么多概念 所以你不要超那么多概念 我东讲西讲 就跟你讲那个概念而已 你不要误会 结果开始 哦 一百 一千年 你一直超下去 你超那么多概念 各位 就是在 就是在 就是要让你们明白那个道理 就是一个道理 那一个道理 那一个什么道理 其实 你什么都有 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啦 你再说一句话 我还说一句 我还开始很久的 你什么都有 你什么都没有 我就送你这句话 对 对 对 师父 对 我有什么 对 我又没有什么 自己回忆 我已经说得真白了 那这样你们对这个概念 有没有彻底了解了 可以彻底了解了吗 哦 如果你们不了解 你们就把 我跟你讲的那句话 一直 一直视为那句话 生命是完整的 并非完美的 所以请你不要掉入追求完美的陷阱 那各位 请你告诉我一个问题 假设你活八十岁 哪一天不属于你自己 哪一天 哪一天 可以 我修着 没有错 假设只有生没有死 那那是残缺的 生就是涵盖死 这才叫完整 对 生就是涵盖灭 这叫做完整 左边就涵盖右边 上就涵盖下 坐就涵盖业 一切都是完整 所以 不要在那惊盖惊塞 但莫 正爱 动难 明白 就开心了 但莫正爱 不要在那惊盖惊塞 对 你只要听到一些 开悟的才是在讲话 都是很简单的 两三句就跟你讲了 好 各位接着注意看 迷人找法相 直一行三昧 直言 坐不动 望不起心 即是一行三昧 坐实见者 即同无情 却是仗道永远 诸位 迷人 对 执着法相 各位 这就是你们学佛最糟糕的 你不读经典 也不行 但是有时候你一经典 一研究下去 你就会这样 有没有 你就把这些法相 抓很多东西 各位 这些 释迦摩尼佛的用意 是不是要帮助你 但是你不懂 所以我举个 举个很简单的道理 请一下 如果你生病了 你是要找 一服治你病的药 还是把天下所有的药 都买回家 不是把天下的药 都买回家 你干嘛把天下药 都买回家 那诸位 如果说你真的 各位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话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各位 如果你生病了 有没有 赶快把病治好 以后才发心 去当个医生救人 好不好 把病治好 病治好之后 赶快发心 有没有 去当个医生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 你要先一门深入 一醒三昧 一醒 这个一醒 也是一门的意思 你知道吗 三昧呢 有没有 就是成就 就是镇定 就是镇受 只要专一一次 你就能成就 所以你应该 先把这个问题 攻破 攻破完了之后 恭喜你 你误了 接着法门 无量试验学 为什么法门 无量试验学 因为你要度化各种人 所以你要学各种法 知识分子 怎么度 没有读书的 怎么度 好人怎么度 坏人 怎么度 对不对 黑道的怎么度 白道的 怎么度 你都会度 很高 各位有很多禅师 也说我们在度黑道 你知道吗 对 你都不敢 你就会 你就会说 我们不要往来 比较好 我不敢 你如果有材料 你才发明 有无量试验学 对不对 所以自己要清楚 自知者明 要自己知道 轻重缓急的概念 自己要先明白 所以现在是怕你什么 现在怕你 对不对 去执着这个法相 那各位 那执着这个法相 就叫做执一行三昧 诸位你看 一行三昧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有问题的 是上面那个字 字画起来 就这个有问题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执着好的 法上因舍 何况什么 非法 讲得很清楚 你觉得说 他对这个名词 不懂 所以他就以为说什么 直言 坐不动 望不起心 各位 这个坐不动 你在坐上面 加一个字 身体的身 就是身不动 心不起 各位你千万不要这样修 身不动 心不起 那你活着干嘛 就是认为说 这样叫做一行三昧 各位 他把 他把 意思是说 各位我刚才讲过的 所谓三昧就是什么 就是正定的意思 他就以为说 身心不动 就叫做定 这是错的 各位定不是这个意思 定的意思是 有没有 是不被影响的意思 我用最简单的跟你讲 不被影响 我处在任何的环境 我都不被影响 这叫做定 这叫定 作词 作词 接着 吉统无情 却是 葬道 因缘 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 形同 草木无情吗 各位 这是 葬道 因缘 各位 你本来是要修道 你本来是要悟道 你还了什么 怎么自己产生的障碍呢 各位 怎么去葬你的道呢 这叫做 葬道 因缘 各位 那什么叫做那个啊 各位 还过来 还过来 善知识 道须通流 何以却智 各位 道这个意思 我解释一下 这个道这个意思 就是通的意思 不论是道路 道路要不要通 要啊 不能 对 一直到什么 你所悟道 那个道要不要通 你悟道不就通了吗 就通达了吗 就通了吗 啊 各位 很多的 的文字 又是很平实 就是 又 又是很贴切的 哦 道 就 道就是有通的意思 所以不论是 不论是现象界的 离体上的 都是通 都要符合通的意思 这个道才有意义 不然这个道 没有意义 所以道须通流 所以你要知道通流这两个字 通流这两个字 把它编导 叫做流通 所以佛教有什么处 流通处 有没有 那各位通流这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 怎么样才能够通 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 各位只能成功通 师父 我已经通达一切 对 对啊 你为什么能通 为什么 通是什么意 通就是空意 空就通了 空就没障碍了嘛 各位谈到空 我感受最深 那天有个学生 把我的电脑 灌很多的资料 对 他害怕 他害怕我学识不够 然后灌很多资料 给我灌一灌 一灌下去之后 糟糕 我用电脑 结果 电脑在用比乌龟走路还慢 好像电脑 好像停在那边 变成痴呆 没什么事 我就问那个学生说 是不是中毒了 他说不是 大概是你资料太满了 我说资料太满了 他就这个样子了 他说对 我说如果把它删掉了呢 他说删掉之后 你的电脑的速度就跑很快 我一删掉 果然跑很快 哎呀 我终于悟到一个道理 就是没什么 他就快了 哦 有点快 哦 真的 那台电脑 变得很有地匪 各位 这个概念很简单 你的内在有太多东西 有没有 难怪你没有智慧 对 你就是不懂得空 你就抓得不放 空不就通了吗 对 就这么简单 不能 你为什么不空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因为我们人类 我们在追寻什么 我们在追寻我们失落的那个区块 因为你已经有失落一个区块了 如果你又再放掉 你会失落更多 你会土石流 你会分盘 我们的内在已经觉得 所以我们请医师 我们请医师 就拼命的抓 你知道吗 你拼命的抓 你怎么会空呢 对 你根本就不会 你 这个 这个就是 各位 各位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你现在变他五路了 有没有 你就很生气 你就想尽办法 想要把他什么 对不对 找机会 报复回来 对不对 你看 你就是觉得说 你已经失去了至尊 所以想尽办法 把他才 报复回来 又讨回一块 至尊回来 说到这样 不知道在地上 看都没有 但是 我们的心 就是这样 那各位那里 注意看 空 能通 接着注意看 就能够流 各位 流 那通跟流 通 通跟流 是什么意思 我套个公式给你听 所谓通 就是应无所住 所谓流 就是生起心 无所住 不就通了吗 对 就是因为 对 没有障碍 对 心不就生了吗 对 生什么心 清净的心 各位 生清净的心 有没有念 有 念念都是正念 所以前面那个心 对 忘心不起 这是错的 这样了解吗 这是错的 各位 不是没有念 而是念念不执着 所以说 心不注罚 对 道己 同流 心都注罚 名为 自福 各位很清楚 所以 请你 你真的明白了 请你好好的用 不要在自己 绑自己 在困自己 不要在自己 在障碍自己 不要这个样子 各位 不要这个样子 对言做不动事 只如 舍利佛 愿做临终 却被 唯摩姐喝 各位 这个是 唯摩姐经 里面的公案 的一个公案 各位 舍利佛 是佛的弟子 对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 在临终静坐 会被 唯摩姐念呢 难道他 这样做 不对吗 对 他的程度 他的程度 已经很好了 对 所以有的人 有时候 人家念你是 因为看得起你 你知道吗 各位有时候 不念你 反而瞧不起你 你知道吗 不然谁 会 对 会去念 舍利佛 就是希望他能够 什么 更上一层楼 突破 再突破 我以后起的意思 就是说 对不对 坐禅 不是这个样子 坐禅 不是静静的 坐在那边 这不是坐禅 这也不是佛意 不是这个意思 对 各位 你坐在那边 干嘛 各位注意这句话 你活在这世界上 是做什么的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该很简单 对 原则上 你是来付出的 不然 不然 不然你 不然你来这个世界上 做什么 那 诸位 你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刻 请你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 每一分 每一秒 请你 对不对 畏缩一切众生 对不对 无私的奉献 尽情的奉献 生命才有价值 这才是生命 真正的创造的意义 但是你会想 你会起一个念头 我没这么伟大 各位既然你 没有这么伟大 请你以后 不要抱怨 似乎我也做不到 对吧 你没那么伟大 你不要抱怨 好吗 你也做不到 不然 不然 你 只要不要 障碍你 就好了 我也做不到 叫你做大 做不了 叫你做小 没办法 我就跟你讲 大跟小 那是错节 黄跟圣 那是错节 你不明白 你很伟大吗 为什么你很伟大 因为 对吧 我没理我 我没办法 所以你很伟大 你知道吗 感情呢 真的 延起的角度 真的是这个样子 真的 所以你真的很伟大 所以请你 要好好的活 因为你活 我都难过活 不然 对 所以各位 所以记得你注意看 我们这段讲完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课 三十四 又有人教坐 看心观尽 不动不起 从此志工 迷人不会直成颠 如此者重 如是相交 故知大错 诸位 又有人教坐 你看各位 就是有的老师 有的禅师 有的华师 各位他教你静坐 他教你什么 看心观尽 不动不起 原则上就是 原则上呢 对不对 就是静静在那边看心 诸位 诸位 看心难道不对吗 对 对 心 心 心清不清静 心不清静 你讲的也对 那但是六祖讲心清静 对不对 也对 那六祖也对 那到底谁不对 各位 如果心本来就清静 你干嘛关静 各位 那不是多此一集吗 心本来清静 你干嘛关静 你干嘛关静 那诸位 你们常常 你们常常多一首 怎么说 哦 让我的心静 静一下 你们会不会这样讲 会不会这样讲 啊 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心很乱 哦 对 哦 对 心很乱 所以才想打中 所以你讲的心 跟六祖达师 所讲的心 不一样 啊 诸位 美学 这个是很多 你看六祖谈经当中 会觉得说六祖有时候讲话 矛盾 为什么会讲说六祖讲话矛盾 各位请你换看七十八页 各位第一行 六祖有没有讲说呢 各自关心 自见本性 各自关心 是不是他自己来 自己讲的 是不是他自己讲的 对吧 现在还反对变什么 关心 你看这种 人敢不敢 各位 你这样看会不会矛盾 好 接着我再换给你看 接着我再换给你看 好 各位 请你看一百零一页 一百零一页的第四行 拦此门作禅 言不着心 意不着尽 意不是不动 在流通版里面 他是写 言不看心 你们 如果你们看六祖谈经 其他版本 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字 有没有 言不看心 意不看尽 意不是不动 有没有 流通版是这样写的 那诸位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不论是不着心 还是不看心 就是 就是六祖大师 分明 就是缓对了 别人这样修 这样你知道了吗 对不对 但是他缓对 你要这么修 他为什么到处 就都叫人家各自关心 各位 这个就是有时候 你在看六祖谈经 你都没有察觉到 矛盾之处 对 但是他有没有矛盾 他不矛盾 他是这个意思的 我解释给你听 他是这个意思的 各位你看清楚吗 你心里很乱的 就是受想什么 形式 那个就叫做忘心 为什么叫做忘心 生命 生命就叫做忘 对不对 那是意识心 所以他不鼓励人家这样看 但是各位这样看有错吗 有错吗 照见五印皆空 是不是这样看 是还是不是 是 注意听 照见五印皆空 就是这样修的 这样修就 这样修你会得到一个答案 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个就是 你会证悟俄罗汉 这样 这样各位 这样会证悟俄罗汉 你会证悟俄罗汉 我恭喜你 你这样 各位 你已经不再执着 你身心了 你会证悟俄罗汉 对 但是六祖 叫你来各自关心 是看这个 注意看 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早上给你提醒 我暗示你一下 这个就是观察者 我现在给你讲出来了 这个叫做观察者 这个叫做被观察的什么 对象 六祖大师的教法 他 他是教你观 这个 一般的教法 见修 叫你观什么 这个 这样 没有 让你懂他的意思了吗 见修就叫你观察这个 所以这个一定是 无常生灭的 这个 不生 不灭 你不是 这样不是很清楚的吗 哦 心做乱在讲着呢 就是这 你在乱什么 你 你 你 这样当然是乱 所以六祖大师在讲这个东西 各位 对 请你再 请你 请你换回来 所以 六祖大师 原则上 对 他不鼓励人家 这样修 所以很多人 从此都这样用功 迷人不会 对 这样就变成颠倒 这样的人很多 如是相交 固知大错 各位 我跟各位讲过一句话 六祖大师的门槛什么 很高 他跟你讲 唯论见性 有没有 见性 他不教你 他 因为你看到 所观察的对象 你也没有见性 这样你明白了吗 所以说 俄罗汉 未见佛性 这句话 很清楚的 告诉你答案了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在 遍地俄罗汉 因为俄罗汉在修 因为他是在看对象 他修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不执着对象 但是谁在不执着 俄罗汉 还不明白 为什么 观察对象是因 果是什么 就是不执着对象 如果他的因是什么 如果他的因是 看本心 他的对象 就是见佛性 也就是他的结果 因果 丝毫不爽 你现在先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还不会看 我们 我们接着就要讲这一段了 接着就要讲这一段了 那各位我们把握时间一下 我们休息到两点四十 这一段 你也有时间让我讲 我就讲得清楚一点 你也没有时间让我讲 我就只能够讲到下课而已 好吧 我们就直接下课 来 到两点四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